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那么今天的单元 我们要访问一位重量级的来宾 那么前中央研究院院长 翁启会院长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岁月当中 台湾的生计产业 那么翁院长是最重要的推手 那么从无到有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市上跪的公司 两三百家 而且在今年的疫情蔓延当中 台湾的生计产业的市值 一度最高达到一兆两千四百多亿 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经常听到有人讲两兆双星 这个两兆双星当中 一个一兆一星 就是生计产业 那么生计产业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政府有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包括生计新药产业发展条例 那么现在要顺延十年 这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疫情 不断的到现在没有看到平息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 要来请教翁院长 我们请院长跟观众朋友温厚一下 社长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先针对疫情的演变 来请教院长 就是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会员的疫情当中 现在全球确诊超过两千六百多万 那死亡人数超过八十六万 这个大概是百年很大的一个浩劫 我看美国一些医学报告 这个病毒好像不是自然界产生的 好像实验室加工了 那现在变成大家非常的复杂 中国也在快马加鞭 俄罗斯 美国 大家都卯足全力在发展疫苗 第一个要请教院长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观察 这次疫情的发展跟未来的变化 然后国内在整个疫苗产业当中 我们也卯足全力 现在有一些像升华科 他说那个药是有效的 那国刚升级他也不断的提前他的进度 所以来请教院长 我们怎么来观察 这个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我想这一次的疫情 当然对全世界的这个 不管在生活的形态 或者商业的行为 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先从疫苗这个角度来看 根据过去的经验 我想施打疫苗还是控制 这个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最有效方法 包括这一次的新光病毒 全世界都是加紧在研发疫苗 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他们发展的这个疫苗的种类 大概分成三种 第一个就是利用这个气活性的病毒 来当做疫苗 那这个是比较需要在非常安全的设施之下 来量产病毒 然后把它的活性除掉或者降低 来当做疫苗 那第二个就是利用这个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也就是说所谓G2蛋白 或者它的片段来设计疫苗 那第三种就是这个G2蛋白的全身 就是RNA或者DNA来当做疫苗 那这些疫苗又可以加入我们所谓左剂 来增强这个美丽的反应 那现在全世界大概有超过200家公司 在研发疫苗 那其中有这个已经有30几个疫苗 进入人体试验 包括我们的国光生剂 它走得最快 它是用这个G2蛋白这个抗原来设计疫苗 还有高端跟RNA 都已经核准进入临床试验 那这一些在进行临床试验的 也有4到5家 已经进入最后一期 就是所谓第三期的人体试验 那比如说牛津大学跟ExtraGenica合作的这个 也是用G2蛋白当做疫苗的这个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是Bordana跟那个Pfizer合作的 就是用G2蛋白的全身RNA来当做疫苗 那发展得非常的快 那我想在年底之前疫苗会出现 那我们台湾可能要等到明年 但是呢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病毒 那个突变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 那依照这个GISAID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9万个这个基因系列 发现了 就是说G2蛋白这个基因系列 大概已经有9万多个地方 9万多的系列 那这个蛋白大概有1300个氨基酸 那其中大概900多个地方有产生突变 也就是说大概70到75%左右 那加上这个蛋白上面又带有非常复杂的糖分子 所以另外又发现这个最近 就是有一些过去已经被感染到 甚至产生抗体的又再次被感染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疫苗或者治疗性抗体的发展 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你今天发展的疫苗 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去保护将来新的突变种 那抗体的发展也是一样 不过我看多少会有保护 那假如说这个不理想就要再发展第二代的疫苗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在疫苗出现之前 还是需要有非常精准的快速的检测方法 和治疗的药物 那目前其实也没有 除了瑞德西伟之外 没有比较有效的治疗药物 来对付这个病毒 当然有其他的药物是支持性的 或者是控制这个免疫激素 或者其他的拼发症 不过针对病毒的药物 目前为止大概只有瑞德西伟 所以我是觉得在发展疫苗的同时 也要赶紧去研发这个治疗的药物 来尽快的控制这个疫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自己要警觉要保护 比如说要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前洗手等等 我想这一些 就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普筛 我们指挥官陈时中认为普筛效果不大 他说医院就已经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了 台湾的健保非常好 所以这个在不同路线当中 这个是大家各自有看法 还有刚才院长提到一个 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 我们腹地不大人口也不多 所以在研发疫苗的路上 就是说如果这样看 台湾在跟全世界接轨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概有 我们的竞争力大概是处在什么一个状态 我前一次有一次碰到这个在发展疫苗的重要的人物 我问他 我说这个现在疫苗从开始研发开始 从一直走到人体实验 那个路是很漫长 他说第一个 白老鼠可能用到多少量 然后他说白老鼠通过以后 他还要猴子的这种实验 动物实验里面 他说那个猴子 他说10只猴子 1只要200万美金 他说这个弄完 还有3000人的人体实验 他说那个知识挺大 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吓一大跳 我们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但是就是说这样看起来 疫苗的研发的过程比大家想象中可能还有困难很多 所以这个院长怎么来评价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 台湾的疫苗的业者 我们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在全球竞赛当中 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成果 我想会啦 这个 不过我还是要从普筛这个角度讲一些 依我的了解 这个扣大筛检或者所谓普筛 它是有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 是在这个疫情盛行到一个程度 那有相当多的潜在的感染源 我们不明确的时候 你必须要透过普筛 来了解疫情跟那个风险 那另外一个就是普筛本身的技术 它的准确度 它这个准确度又牵涉到这个所谓特异度 跟那个敏感度 那特异度是在讲说我们这个补筛的方法 除了检测到这个新冠病毒之外 是不是还有测到其他的东西 所以特异度越高的话 这个胃阳性就越低 那敏感度就是在看这个你测的病毒量多少 所以敏感度越高的话 这个胃阴性就会越低 那我们现在来看现在两种主要的检测方法 一个就是所谓核酸检测 就是PCR 这个是相当准确 大概超过95%以上 那另外一个是 是用检测抗体或者抗原 那这个虽然是比PCR快 但是准确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就会产生胃阳性 或者胃阴性的这个结果 那不管用PCR或者用抗体检测 我想准确度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所以如果大规模的去做筛检 当然会有可能胃阳性 或胃阴性的结果产生 那这个在没有疫情之下 反而会造成困扰 我想这个是 彰化这个事件大概就这样 大概吵过以后大概就比较平时 我想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那也证明的确我们的防疫很好 那刚才社长有谈到 这个就跟后面的研发有关 所以你防疫做得很好 病人少 那就要去发展这一些 检测试剂或者疫苗 当然就比较不会顺利 因为你没有病人 也没有对照族可以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 透过整个国家的这个协调跟合作 甚至要到国外去做临床试验 或者那个国际合作 因为检测试剂到最后 还是要临床验证才能够用 才知道它的准确性 那疫苗也是啊 疫苗要知道它的有效性 也需要那个对照族来比较 才知道这个有效性 所以我们的确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后面的研发 当然会比较吃力 我想特别要请教院长 就是院长从中原院退下来之后 我现在是声测会的会长 声测会其实是掌握台湾在整个生技产业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我最近看到院长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 这个结合ITC的实力 叫做大健康产业 在理财或是有关的这个相关的医疗的这个项目当中 包括这次我看加世达 他们都投入很多啊 所以你院长现在这样 你走过包括你是糖分子很重要的世界级的专家 差点拿到诺贝尔奖了 那现在就是说你来领军这个声测会 让台湾走到另外一个大健康产业的更大的格局 院长的想法现在我们怎么推动让台湾这样的一个 在生技医疗产业的实力 再加上这个IT的我们的全球性的竞争力 这两相结合之后呢 后面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貌 请院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我想我们也都同意台湾的ICT 尤其制造方面是世界最强嘛 那台湾的医疗服务也是世界第一 但是这两个事业一般来说是不太有这个对话的这个机会 所以假如这两个台湾最强的事业能够经常的对话 那医疗端它知道需求嘛 那这个ICT它制造能力强 所以知道需求的话 你还要加上这个制造 你才会产生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台湾的一个新的机会 那而且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医疗的这个演变的趋势也是这样在走 比如说那个2018年的这个全世界医疗支出 大概已经达到10.6兆美金 那占了GDP的11%左右 那经济成长的速度才10%左右嘛 所以我们医疗的支出已经超过经济成长速度 那预测到2030年会到15兆美金 那大概是GDP的12% 但是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医疗服务全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的医疗支出只在我们GDP的6.6% 所以这个算是奇迹啦 那你如果在这个整个医疗支出去看 这个有关预防 还有这个早期检测 甚至那个健康维护的这一块 其实目前是大概一兆左右 但是到2013年预测会 会达到大概四兆美金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医疗生医产业的发展 已经从那个治疗 慢慢走向所谓精准医疗 然后再走向这个涵盖治疗 预防保健的这个所谓精准健康 这个新时代 那这一些新的发展 一定要高科技进来协助 尤其是ICT产业的手用的那一些 比如说AI 比如说5G 比如说8K 比如说IoT 这一些重要的技术进来 那整个这个产业的产品 你才能够更精准 更有效力 所以这两个产业假如能够结合 我想不只迎合趋势 也会给台湾带来这个新的机会 台湾的生技产业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 现在当然它上照了 但是它的投资的观念 跟一般我们在ITC的这种投资观念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半导体 你那个产业都很这个买设备 一年创造多少营业额有多少 EPS 那个都很清楚 但台湾的生技业其实 他们比方说在做新药的 大部分都不知道那个新药到底 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潜力 那你现在经过什么法收会 说明 听不懂还是听不懂 所以它当然会形成一个很高度的 资讯不对称 也就是说 这个在国外生技业的投资 通常都是法人为主 但台湾因为我们市场的散户结构比较多 那所以这散户就冲到市场 那如果因为资讯不透明 把股价冲得太高 我像院长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那个超挺 一下弄到755块的时候 那很多人开始就 如果套牢的人 他就到处去检局 这个就开始铸造出很多的事端 所以我想如果与院长走过这样的一个 这么漫长 台湾生技产业发展的道路 我觉得就是未来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比较精准的 投资的思维跟投资的模式 还有一个呢 散户投资人在面对这个 投入这个市场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 谢谢 社长提到这个 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啦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生技产业的一个特殊性 那尤其是这个新药研发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 跟其他产业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它的这个研发期非常的长 10年8年才会有结果 那它的那个投资期也长 投资金额并不是很多啦 但是它投资期要非常的长 那这个就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在投资的期间 它就会衍生一些无形的资产 比如说第一期的云传试验 第二期的云传试验 但是都还没有产品嘛 一直在烧钱 那加上这个跟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所以有非常严谨的法规在管制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那更大的不一样就是 它的风险非常的高 失败率很高 那比如说以癌症的这个新药的研发来说 你通过第一期安全试验之后 你走到第三期甚至得到验证 这个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 但是成功的机会不到10% 那假如以老人失忆症这个药物的研发来说 在目前看来 它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但是你说重不重要 这个当然是我们将来人口老化 必须面对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这个一定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还是要投资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这一些不确定性的这种投资 我想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现在台湾的情况 其实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一般民众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 我必须要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么优良的这个医疗 是因为过去的投资 过去的研究 那同样的道理 今天的研发一定会带来这个新的医疗 那你如果看现在的这个生技制药的这个市场 大概两兆美金左右 那其中有1.21到1.4兆是药品 那其他就是医疗器材跟保健品 不过台湾的贡献大概不到1%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必须要从这个各方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我想主要有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先要了解这个产业的特殊性 所以它的研发期长风险高 而且有严谨的法规的管制 那它的投资也是分阶段 在不同阶段必须要有不同的规模的投资 但是投资人假如比较保守 对这个高风险又高 又研发期长的这个事业 不太敢投资 就会造成这个产业的发展不顺遂 也就是说它的资金的投入没有连贯性 那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就可能公司要结束 或者它要转售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生技公司 一般来说都是规模很小 那数目也多 那本来这个人才就不容易了 不容易援览了 那现在数目这么多就造成这个人才的缺乏 那国际竞争力就不足 那再加上我们没有很好的 对市场跟技术的分析能力 我们缺乏这个所谓分析师 来分析这个整个市场 那散户又多 所以很容易炒作议题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对投资这个风险高 所以会比较保守 那这个就产生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需求 跟研发的项目有落差 就是所谓一直在讲的选题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这个整个趋势以及这个方向 然后一定要国际化 一定要国际化跟国际接轨 然后在人才资金跟投资方面 要建立非常好的这个制度 加上政府的支持跟鼓励 才有办法往前走 现在越南讲那个接轨 我特别请到院长 就是说我们现在 生技业发展的几十年以后 我们有没有办法 比方说台湾的一个新药 能够得到FDA 然后这个得到药证之外 还能够在国际上上述成功 那个是典范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做得很好 然后被国际的大的药厂 我们把它并购 这个时候都会在台湾 产生一个很正面的一个 推升的效果 那这个机会我们大不大 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假如从法规来看 我们的这个TFDA的规范 跟美国的FDA几乎一样 那我们又是ICH 就是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rmonization的这个成员 那这个也是跟FDA的这个规范 几乎一样 那ICH就是美国欧洲跟日本 结合起来的这个法规嘛 所以假如我们在发展的药品 同时符合 比如说FDA 美国FDA 跟台湾的TFDA的话 你这个产品当然可以行销世界 那这个Marketing的这个地方 是另外一个问题的 那个我们需要养成这种人才 去拓展国际的这个销售 那但是到最后还是决定 这个产品的这个被接受度 我想关键是在那里 所以台湾一定要往这个 国际化的方向走 因为台湾的市场太小嘛 那另外这是法规 那另外刚才社长提到 国际拼过或者或者 或者这个合作这一方面 我想这个需要我们加强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规模太小 那国际竞争力也不足嘛 对对 好我想最后要请教院长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生技 新料产业发展条例啊 明年就到期了 那现在政府好像会在 落入之后会再顺延十年 那对这个产业 那总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个会有非常非常大的 正面的这个影响 那我是很高兴看到政府 有在规划生技条例的延长 甚至扩大它的这个鼓励范围 来因应这个刚才讲的新的趋势 新的趋势就是从治疗走向预防 那ICT的产业必须要进来 才有办法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生技条例的修正 让这个产业能够往这个趋势来发展 我是觉得这一次政府非常的明快 对 那这个条例其实2007年制定的 那制定之后让台湾的整个生技产业 产生这个结构性跟那个关键性的变化 那也从一两千亿走到今天上造的市值 那现在这个范围 假如说又去涵盖所谓数位医疗 这个数位医疗就是数位科技进到医疗 就是在讲这个ICT跟医疗的结合 甚至再生医疗 就是细胞治疗 还有这个基因治疗这一方面 那这个是牵涉到细胞的制造 那台湾的制造业又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制造又需要微环境的处理 很多很多这个AI进来 你才有办法自动化 那这一些都是需要ICT产业的技术进来帮忙 所以这一些会 真的会改变整个台湾下一波 生技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条例 假如先制定一些游戏规则 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生医疗法的这个立法 会让我们产业有所遵循 那会走得更顺利 那其中我也看到一个是 所谓策略性 策略性生医产品的这个 这个也会纳入这个生技条例 那所谓策略性就是跟国家安全有关 那我想这个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意识到 防疫的这一些物资跟设备 还有这个精准的检测的方法 还有 供应链 还有这个药物跟疫苗的重要性 那 怎么样去选择 这一些对国家安全相关的这个项目 让他们平时都能够建立这个技术平台 以及供应链 那等到疾病来的时候 我们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我想他主要用意在这里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个看法 所以这个条例我想后面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那这个我是觉得会带来往后十年的一个新的荣景 就是会刺激下一波生育产业的发展 今天非常感谢院长 你今天等于是帮我们上一堂课 我今天非常专注的听了院长每一席话 每一个观点上了非常宝贵的一堂课 然后我们希望说 这个产业在院长领航当中 它能够将来越走越茁壮 也让台湾的产业 生出另外一个更坚实的造源产业 今天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